近期花莲好雨不断 地方也传出了各式的灾情 首先来看到美轮溪旁国墙 车水站含洞积水 有车辆没有注意到而误闯成了泡水车 另外在尽头来到秀林 沙普当西游泣区 好雨造成了溪水暴涨 也导致了三名游客一度受困 所幸远景及时抢救 人都平安 那么警方是再一次的提醒民众 注意午后墙降雨 西边细水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这小客车就泡在寒洞积水中 还好驾驶人已经脱困 担心有民众误闯 县长赶紧拉起封锁线 远景再三告诫 二号凌晨一点左右 花莲市区下大雨 美轮溪旁国墙抽水站附近的寒洞积水 民众开车经过 没注意误闯 寒洞积水 一辆自小客车不慎误入积水处 车辆泡水熄火无法发动 警方获报赶入现场时 驾驶自行脱困 还好驾驶自行脱困 不过车辆成了泡水车 人平安最重要 另外是在花莲秀林的沙坡当西游汽区 山区土石流警戒 山区土石流警戒 请游客赶快离开 请游客赶快离开 同样也是因为大雨 二号下五点多 洗水暴涨 山区发布土石流警戒 远景虽然开车广播 劝离西边民众 但现场还是有三名游客 受困在汽水区内 由于汽水上涨速度过快 仍有两名游客 及一名加拿大籍外国游客 来不及离开 导致受困于休息期内 远景在现场立即疏导 其以游客离开 远景及时发现通报消防队 同时也到场疏导游客跟车辆 三个人都平安 提醒民众注意 最近午后豪大雨是不断 民众西边吸水 要特别留意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 中文报道